高雄一名駕駛 違規跨越雙白線 遭警方攔查 他不但聚檢還加速逃逸 更企圖要衝撞警車 員警跟駕駛展開了警匪追逐 跑了10分鐘 最後還是被警方逮到 根據了解 原來這名駕駛跟朋友 吃完了薑母鴨酒駕上路 一時心虛才會想落跑 但也由於駕駛酒駕 再加上了多項違規 總共被開罰21萬多元 圍捕 圍捕 我們腳這裡 腳這裡 警察嚴陸民敵 喊話要前方叫車停下來 但駕駛完全不甩 想逃可沒這麼容易 他說在旁邊 卡住啦 卡住啦 分頭進行 駕駛瘋狂到還衝撞警車 當下立刻被團團包圍 援警強力逮捕 駕駛跌逃後方乘客 通通躲不了 接近兩人一下車 還是不配合 還敢嗆聲 拚了命都要挑戰公權力 到底做了什么亏心事 原来又是酒驾惹的祸 再来再来再来 好 0.58哦 一眼这下丑了 百口莫辩 事发就在3号晚间10点多 原来这名诚信驾驶和朋友 约吃姜母鸭 结果喝酒还开车 经过大树区 自己违规跨越双白线 漏了线 被警方发现 竟然拒检加速逃逸 一路就这样逃到隔壁鸟松区 总共7公里的警匪追逐 短短10分钟 两人最终还是不敌警力优势 小幸认为自己饮酒较少 可以开车 驾驶成狼撞击警车 造成车损 无人受伤 真的是还好没人受伤 但酒驾闯红灯 危险驾驶 不服鸡茶等多项违规 这项付出的代价 不只被吊扣牌照 最高加一加 恐怕还得吃伤21万5000元罚还 记者高雄这么大